在社会的演变中,教育的方式也在当代文化中不断传递 现代的教育方式包罗万象,尤其在资讯爆炸网络辩解的时代 现代教育比起以往已有很大的改变 要符合时代的需要,生活教育要更重于知识的教育 其实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我们的心要教育这些小孩子,要带领这些小孩子 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但是外面的缘分一直在变 所以我们要如何招生,甚至于我们要如何吸引这么多小朋友来这个地方参观 甚至于来参加,我们都是用了一份心 这一份心的话会必须要随时在变 我想有心就会成,一佛出世万佛付持 佛经上是这么说,所以当你有心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有农天赋法来扶持 尤其呢,我们又不是为自己做事情 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耐 我们可以让他改变 我们呢,可能没有办法让他变成一个达观显贵 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非常好的,甚至于是魔幻生 但最起码他以后会恢复到一个小孩子的正常思维 也会恢复到一个正常小孩子应有的模式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一直长久下去的话 这个孩子恢复到正常 他以后将就不是社会的一个包袱 他以后呢,就是我们的左右的一个好邻居 他以后可能就是国家的一个一份子 他虽然可能不是栋梁 但是呢,他最起码是一个中间砥柱 如果今后的教育能更重视学生们的自觉 以及重视他们思想上的启发 教育就能更加的活用 对于学子们也能更加受用 法界新闻五庸曲高雄采访报道